开端热播 除了赵金脉和白静廷两位主演的精彩表现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很受大家的喜欢 每次时间循环中 张锦官都表现得最可靠 并且尝试相信女主的说辞 让紧张追究的观众稍感欣慰 一个睿智而且包容的好警察 真的很全粉 除了张锦官人设自带的魅力 刘亦军对其的优秀演绎 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张锦官的扮演者刘亦军 刘亦军出生于1970年 父母都是科研工作者 家庭条件优渥 两人对刘亦军的教育十分重视 小小年纪的刘亦军对电影感兴趣 父亲还买了专业书籍 了解电影相关方面的知识 给刘亦军讲解 也为此种下了刘亦军想要成为演员的种子 17岁的刘亦军顺利地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那时候新中国第五代导演刚刚进入影视圈 内地影视行业蓬勃发展 这一届的表演系学子们必定会发光发亮 在北电里 刘亦军遇到了最好的朋友们 张家义 王全安 管虎 那时候四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如何 大家还都是晚上没饭吃 去老师家蹭饭的穷学生 长相清秀的刘亦军最先遇到了自己的机会 被女贼的导演看中 邀请他出演男一号 刘亦军在其中尽力表现 可惜女贼宋审被毙 刘亦军的第一部电影没能上大荧幕 虽然女贼没有结果 但是不久之后 刘亦军又被洛杉丰导演选中 和当时大火的大宋家打戏 传闻是年轻气盛的刘亦军得罪了宋家 最终被巨组扫地出门 还被封杀 我特别感谢那段岁月 就是真的让你成长 1991年毕业之后 他和张家义都被分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场 本来以为在西营有戏可以拍 但是没有想到 两人进去之后 却被安排了打杂的工作 看着大导演各自在除拍自己的电影 刘亦军却不能演戏 心里不是滋味 在西营的几年 刘亦军无戏可拍 空闲的时候就自己写剧本 自编自导了短剧 《漫迹人间》 拿了《星光碑》二等奖 但是编导 依然不是他想做的工作 他还是没放弃表演 于是 想辞职去北京 一直顺从儿子的父亲不愿意了 西营制片场是铁饭碗 他不盼望儿子出人头地 有个好工作 安稳度过一生就可以 但是刘亦军很坚定 他找当时已经混得不错的张嘉义 为自己说情 最终说服了父亲 1996年 刘亦军辞职去了北京 这期间 他就跟所有北漂一样 蹲在北影厂门口等导演来挑 不论大小角色 他都结 2000年左右 有了第一部演男主角的电视剧 《人鬼情缘》 可惜没有泛起什么水花 真叫人爱死了 行了姑娘 你别那么激动 你啊 没这个福气了 走吧 导演偏爱年轻 原生太有力量的形象 刘亦军已经30岁 而且文弱的样子 不太符合当时的潮流 就这样 虽然努力演戏 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水花 中间演了《人鬼情缘》 《生死兄弟情》 《摩登家庭》 《浪漫之旅》 《大染房》 《绝密押韵》 《北方有家人》 《大槐树》 《蝶血孤城》等等 其中 遇到了赏识他的导演孔生 也就是 现在郑武阳光的董事和导演 指导过《闯关东》 《狼牙榜》 《欢乐颂》 两人从《人鬼情缘》相识 孔生后来导演的大部分作品 都有刘亦军的出现 直到2015年 郑武阳光出品的《伪装者》大火 在其中饰演独风 《王天锋》一绝 被大众认识 刘亦军45岁 才刚刚尝到身为演员所带来的人气 随后 立刻在狼牙榜中 扮演反派侯爷 谢玉 老谋身算冷静的反派形象 让刘亦军演得出神入化 事业更上一个台阶 2016年 在远大前程中扮演了狠毒冷血的张万林 提名白玉兰奖最佳男配 2021年的扫黑风暴中的警官何勇 30岁开外的刘亦军 确实更加适合反派角色 他身高不算高 身体较为瘦弱 但是整个人自带一种冷静 有头脑的高智商的气质 放在正派身上 适合吕立身的警察 放在反派身上是和老谋深算的智囊型人物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接角色的特点 演技方面也是毋庸置疑的 其中在狼牙榜中谢玉落败 玉中情绪爆发的一场戏 对刚刚落败的侯爷 心态的把控 情绪的层层递进 到最后侯爷的爆发 相信看过的人都会被震撼 扫黑风暴中的何勇警官 他对于角色的特点拿捏得很准 警察的不怒自危 面对李承阳的心理攻防 他的情绪变化是很容易被观众理解和体会的 他可以将角色的情绪和心理变化 通过自己表演完整地传达给观众 这无疑是一个资深演员功利的体现 现如今他的演技已经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刘亦军27岁与第一任妻子结婚 第二年生下儿子 但是当时的刘亦军境遇不佳 很快两人就因为矛盾太多 感情破裂离婚 后来进人介绍和一个公司高管相亲 最终结婚又生下一个女儿 谈起儿子也想进入演员行业 刘亦军感叹 一开始他是不支持的 沉寂十几年 他太清楚一个演员的成功 有太大的偶然性 没有好机会 可能一辈子都岌岌无名 但是儿子坚持想学表演 他最后也选择了支持 就像他当时坚持辞职去北京一样 面对着跟当时的自己一样坚定的儿子 他也做出了跟当时自己的父亲一样的选择 感谢观看